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日前在新浪微博中揭露 中共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 中共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 外界分析指出胡德平和刘少奇之子刘远近期呼应胡锦涛高调反腐败 显示党内高层对江泽民派系在18大的人事布局不满 凯迪网披露1月25号胡德平在他的新浪微博中揭露 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 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 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 这样搞很危险 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 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 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利 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历历在目 人民不跟我们玩了 我们就玩完了 近70岁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前中心社记者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表示 胡德平18大前曝光中共官员贪污 报二奶的底力 这个数据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他所揭露的这些事实啊 中国官方的媒体从来没有像他这样揭露 他这个数字肯定是有来头的 因为他本人也是个高级干部 他这个数字 我觉得是很震惊的 你想你这个党还没烂透吗 而且今年是18大 你这么一个党 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执政呢 参与网评论指出 胡德平在18大前夕自爆家丑 分明表达了对18大预定的中央人士班子不满 是对习近平的间接质疑 说明党内意见激烈 18大前夕将有大风大浪 深圳独立学者朱建国表示 党内很多人对习近平不服 胡锦涛1月9号 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党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紧迫性 突出党的执政危机 表明了以反腐败的名义主导18大 随后江泽民提拔的主要军头 郭伯雄 徐才厚 李继奈等人表态 力挺胡锦涛 军队总后勤部政委 刘少席之子刘元上将 在新春前夕 对600名军官讲话时表示 腐败已经威胁到了中共和军队的生死存亡 宁可丢官也要与腐败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悉尼陈锋报指出 18大前在中共和军队中进行的这场反腐败运动 可能改变胡 江 习近平之间派系搅斗的平衡关系 朱建国认为 从近期的一些迹象显示 18大之前江派的人事布局存在变量的可能性很大 江泽民自从去年10月出席纪念辛亥百年后 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香港《前哨》杂志2月号引述北京消息说 江泽民的健康再度恶化 并于圣诞节入住301医院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周天综合报道